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知道我们知道 现在在西太平洋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 对决的其实非常紧张 可是从奥斯丁讲也太可怕了 第一个 现在美国要进入到 他有史以来最高的军事预算 美国军事预算已经全世界最高了 他现在还要更多 另外是奥斯丁讲 我现在要加大在太平洋的投资部位 要扩大的演习规模 我要再造九艘战舰 我要投资潜舰 我还有两艘维基尼亚的攻击潜舰 钱很可怕 对 所以他一次要要多少钱 要25.6兆台币 所以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次要太多太多的钱了 所以大家都要去国会讲清楚 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 奥斯丁美国国防部部长讲很清楚 他说我要连续新建九艘战舰 还要盖潜舰基地 还要买维基尼亚级的攻击潜舰 还有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潜舰 还有极速武器 扩大美国国防生产工业等等之类的 所以请给我25兆 所以对于美国 他潜舰已经够多了 潜舰已经够强了 还要再加强 对 所以这奥斯丁的强法 可是秘笛的讲法是更夸张 秘笛更赤裸 秘笛直接说什么 秘笛说没办法 这是美国首次同时要面对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的威胁 中国跟俄罗斯 对 简单讲秘笛讲百话文 我们一次打两个吧 你钱要不要给多一点 以前打一个 现在打两个嘛 而且秘笛说 这25.6兆台币的经费 是要确保美国部队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军队 最具杀伤力 对 他特别给个指标 什么叫指标呢 6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30天之内打仗 1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96小时之内打仗 就是6小时其实就是4天的状况 可是问题是美军现在是140万的美军 你要知道10%可以在4天之内打仗 就是14万的军力 美军可以在96小时之内动 这非常非常夸张 就是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一下 即便台海战役打响4天之内 十几万的美军可以投入这个战场 是非常非常快的状况 而且美军还有一支军队 或是说一批军力是随时处在24小时待命的 而且就在我们台湾的周遭 现在就准备打仗 是什么东西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右边这个电视墙是 随时美军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 各大航空母舰 各大军舰的位置图 现在刚刚谈台海不是很危机吗 蔡英文去美国随时要盯紧走口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周遭有4艘航空母舰都在这边 尼米兹在韩国的辅商港 雷根号在这个所谓的横须鹤港 马金岛跟美利坚号 这就是两栖闪电航母 在日本海的附近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都 雷根号 美利坚号 尼米兹号 还有这个所谓的马金号的 马金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驱逐舰 对 马金号的闪电航母也都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台湾周遭 在整个台湾北方是有4艘航空母舰群 你在这边去做stand by 请问你老公如果动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动 随时可以动 这就是我刚谈的 60%的线衣部队是在30天内打仗 10%是在96小时内打仗 然后有4艘航空母舰是随时准备打仗 就在这边我盯着北韩 盯着所谓的中国 看你要搞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我光是在这边是不够 共同社刚刚报导独假 下周美国 日本 韩国要去做军演 下周为什么去军演 就是蔡英文的整个访团 最热烈的时候 要回到洛杉矶的时候 有这么紧张吗 要不已经出去过了吗 不是啦 因为首在纽约 纽约 蓬佩奥的小咖 真的大咖是到洛杉矶的时候 麦肯锡 对 见到麦肯锡的时候 怕老公搞一些怪招 所以美国 日本 韩国 共同社报道 下周要去军演 就在这边 然后在整个北台湾 台湾的北边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热闹 所以刚刚跑 就跟你开场说得对 我们马照跑舞照跳 但是其实很危机 好 听话 我本来因为我过的太平岁月 我每天过的快乐的日子 就刚刚讲 旁边现在全部警戒 第一个刚刚讲 台湾的特战部队 台湾的警备部队 全部全面警戒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 台湾周五昭居然 四张空母舰在随时待命 还有美军现在 静态司令部的所谓的情报中心 全部从卫星到无人机 到所有东西 全面在监控这个区域范围 有这么严重吗 还有今天黄崩孝讲说 原来你进到台湾海峡 我不是只有说 我有两百公里 一百公里 台湾海峡牵险 是我台湾海峡的周边 水很浅 水很浅 你重型船是进不来 重型船不进来 你要换成换艇 第二个是 我没有想到萧波快这么有用 其实他要讲的意思 黄沛孝要讲的意思是说 台湾其实附近来讲的话 中共它是没有所谓的 登陆作战的能力 他要讲的是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 现在因为 陪洛西 上一次陪洛西到台湾来的事情 让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脸拉不下来 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动作 在蔡英文接到麦卡锡的时候 他们下不了台 他们下不了台 那个中国人就是死要面子 不过我们有一个人子在那边 就马英九不是在那边吗 就把他抓起来就好了 不是吗 但问题是说 他干来不会这么干 他就是如果说真的要清台的话 为什么这几天来讲的话 美军都注意到一个动态 就是说中共的军事演习 在南海没有错 高达38天 这是不寻常的事情 然后他会不会随时演习 他在南海38天军事演习 对38天军演 但是这个 因为他可能会配合到 美国跟菲律宾在4月中开始的 肩并肩人演习 而那个肩并肩人演习的话 有17600多名的士兵会参加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但是刚刚正好有提到了 美国周边都在备战的原因是 因为这几天来讲的话 你看到美国印太司令部的 不管是空军的司令官 或者是海军司令官 任何的司令官都讲说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已经准备好应战了 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在怕说 蔡英文到美国访问的 这过程当中 中共解放军不知道搞什么鬼 故意给你弄一个小规模的 什么冲突 或是小规模的一个战争 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 所以他们一直在嚇阻解放军 说你不要千举妄斗 你千万不能千举妄斗 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说 已经做好准备的原因在这里 那不要小看 因为美军在日本 中国真的敢蠢斗吗 但是美军在日本有5万多名 在朝鲜半岛有3万多名 那整个在印太地区来讲的话 印太司令部所拐杀 30多万多名的 等于说在美军当中 是最大规模的 震压在这个地方 刚刚也看到这个 4个 两个航母作战群 两个两栖作战群 全部都在这边 那在这里来讲的话 强大的压力压着解放军 他也喘不过气来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解放军 很想给蔡英文一个教训 但是问题是说 他现在美国大军压阵的话 反而还可以避免这个战争的发生 所以 我们刚刚听到还有个人子在对岸 你说解放军真的很想给蔡英文教训 是很想给他教训 但是问题是 他找不到借口 小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低调 低调 你看低调 但是美国一直在高调 高调 是美国要高调的 但是小英一直在低调 那问题是说 比如说 记者会的事情 延后为什么要延后 或者是取消 这一定是跟当中是有很多因素的 那老共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 因为他是在推敲说 到底你要用什么方式建麦卡席 你是用高调的方式 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麦卡席本来是规划 他4月是要来台湾的 现在小英是为了避免你来了之后 引爆了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众 所以人过去了 人家在美国的领土境内 去建制他的国会议长 这样也不行 那你如果说还要再出兵的话 那真的是 我说真的 这个已经说不过去了 所以现在老美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用大军压阵的方式 避免你存储运动 但是如果你真的敢动的话 不好意思台湾跟美国这边 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 董事长 没有想到蔡英文这次去 这个情势的身高 紧张的关系 真的比过去还更严重吗 蔡英文这次是刚好碰到的这件事情 主要有几个背景要说明一下 你看到这一次 在中共内部的两会开会的期间 他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已经提出来了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他要公开反美 公开反美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由最高领导人 公开提出这个反美的概念 那这个就是整个国家反美了嘛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他提出来是斗争 斗争 勇于斗争 敢于斗争 所以他现在这两个概念提出来之后 你注意他用的人里面的 所有用人的逻辑 都是要搞斗争的 很凶的 都是 就是斗争是你一项 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对 你这个人会不会搞财政 会不会治理国家 会不会治理你的金融 那不重要 对 你要会斗争 所以斗争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你审查你这个人的 能力的一个标准 所以他整个来讲的话 斗争的态势提高了嘛 冲突态势提高了嘛 所以他这时候 需要跟美国干一场嘛 他需要跟美国斗争 他需要来反美 他要打得过吗 他不是要打 这个是冷战的一种概念 他敢跟你呛瞎 对 敢跟你提高态势 敢跟你发动军援 因为你看到米利他们 或是说现在奥斯丁 奥斯丁 这些职业军人 都要讲一个什么 就是威慈性 就deterrence 就是我的威慈性 打仗很贵 但是准备军武很贵 打仗更贵 所以他要有这个威吓力量 我的威吓力量够的时候 你就不敢跟我打 他的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就让你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你碰到的习近平 他是很勇敢敢轻举妄动的习近平 他知道我打不过你 我军事可以输你 可是在这个冷战的阶段 在灰色战争阶段 我敢冒险 我们昨天已经谈过 他确实做了很多 很愚蠢的行为 但是你或愚蠢的演说 跟说法跟理论跟论述 但是你回头或去检视这几年 他这些愚蠢的论述里面 他都实践了 最可怕的是 你讲愚蠢的话已经够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你把你的蠢事全部实践了 做到了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会被这个 现在已经显现出来 很多白痴的行为在实践中 所以因此他现在需要一个 表达反美的态度 他要把反美拉高到 他需要的一个程度 刚好这时候蔡英文出现了 蔡英文出现一个叫做过境防美 对 那过境防美过去很多次了 真的很严重吗 不那么严重啊 从来没有那么严重啊 对不对 你搞那么大干嘛 对 他会不会国台办抗议 他整个开始抗议 然后开始搞到苏立文 然后38天军演 跟王毅 然后通电话 他发动军演 那你知道 中共如果攻台的时候 会用什么事情先开始 军演先开始 游演转战 演习演习演习的一半 就打了 马上就打了 所以演习有可能是一个 是看起来平常演习没事 我是军事练习而已 但是从演习转成这个作战 是一念之间的意思 他只是他整个准备的工作 所以也可以变成一个准备 所以说为什么亚太师弟部 那么紧张的 密切地观察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有动作的话 大家事先通通都要知道 所以因此蔡英文这个 并不是说蔡英文做了很多 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美国政府公布的事情 说这个事情 认为中共太夸张了 认为中共反应过度 但是反应过度 不是 他故意的